秋天来了 我们这里的天气是越来越凉爽了 但是每当换季 周边温差也比较大 各种各样的皮肤问题就开始冒头了 一起来听开你们装起开 明明天气越来越凉快了 但就是觉得浑身痒 特别是四肢 轻轻一挠 不要会出现很多皮屑 眼中呢就像下雪一样 本来坐在教室里好好的 但一到下午 脸蛋就不自觉的烫起来 一照镜子 我的天怎么那么好哦 还有每到秋冬 脸上和身体上就会出现一些小肤点 大片大片的 还养得住不了 就像豆豆一样 明明之前都好了 但一不小心又会冒出头来 如隐随性 挥之不去 很多人都觉得小小年纪不用护肤 但事实恰恰相反 因为我们的皮肤品质 还很脆弱 很难抵御外界的刺激 一到秋天这种季节 就很容易出现刚才说到的 身诊症 泛红肝痒 这些问题 只有从小注意护肤 做好基础保湿 才能明明长的好多各种问题哦 首先就是那一条 我们一定要多喝水 但不是八倍这么简单哦 成人的公式和儿童的公式 我都分别累在这里啦 还有日常的鱼食 需要多吃当季的水果和蔬菜 保证维生素的摄入 并且少油少糖 做到这些 不仅皮肤不会容易干燥 就连朝鲜的痘痘情况也会好找哦 接着呢 就是外用啊 基础清洁一定要做到位 特别是涂了防晒之后 一定要用洗面来洗掉 洗脸啊 可以有这样的鱼翅型洗脸睛 避免被毛巾上的吸尖感染 做完清洁之后啊 最重要的就是涂保湿霜啦 最后呢 就是规矩的作息和舒畅的心境啦 简单的作息很重要 最好每天弄得睡过八小时 千万不要熬夜哦 随时压力大的时候 大家可以做一些 自己喜欢的事情 放松调节一下 心情舒畅了 皮肤也自然偷气啦 所以啊 秋冬换季也没那么可怕 只要大家吃好用好 心情好 皮肤也会变好哦 你们还有哪些皮肤烦恼呢 也可以留言 我们大家一起来想办法